各位朋友大家好 有朋友提出 在前两天的节目中 是讲到了习近平连任 缺少三个必不可少的东西 这两天因为佩洛西访台 成为了一个新闻热点 所以这两天的节目 就跟着新闻热点 谈佩洛西访台的事情 等这个新闻事件告一段落 我们再转回来说 习近平连任缺少的 三个必不可少的东西 请热心的朋友们稍微等待一下 这一次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前 北京的反应可以说 出乎寻常的强烈和激烈 军方都跳出来放狠话 声称解放军对佩洛西访台 绝不会坐视不管 结果等着佩洛西的专机在台湾降落之后 北京却什么反应都没有 这等于就是对前面放的这些狠话 自我打脸 让很多小粉红都破防了 不少人也感到奇怪 好像北京没有必要做这样强烈的反应 这完全就是他们自己惹出来的一个事情 自取其辱 不少人大概还记得去年张高丽事件 这个也是北京自己惹出来的一个自取其辱的事情 张高丽彭帅事件和佩洛西访台 两件事看上去似乎毫无关联 背后其实都是指向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江泽民 这里就简短的回顾一下去年的张高丽彭帅事件 去年2021年11月2日 中国女子网球名将彭帅 在他本人的微博上发表文章 实名举报原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涉嫌对他性侵 这件事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性侵事件 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因为在中国网络审查是非常严格的 特别是涉及到敏感人物的言论 所谓敏感人物 不仅是现在的中央领导人 还包括过去退休的政治局常委这些人 他们的名字都是敏感词 一旦涉及到退休政治局常委的这些事情 网管都会进行严格的审查 不会轻易让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 彭帅在微博上发表文章 实名实信地指控张高丽涉嫌对他性侵 这样的文章居然在微博上发表出来了 而且还存在了20多分钟才被删除 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显然就是一个政治事件 外媒也注意到 这件事情恰恰爆发在即将召开 为习近平确定历史地位的中共六中全会 开幕的前夕 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彭帅本人倒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意图 他只是对张高丽心怀怨恨 他是在政治上被别人利用的 因为张高丽是江泽民的亲信 江泽民派系的大宝 而且张高丽在中共党内形象上好 被认为是一个朴素低调的人 因此外媒评论说 彭帅指控张高丽涉嫌性侵 就打破了张高丽 朴素低调的形象 这不仅是张高丽个人的形象损失 也是江泽民派系的巨大的损失 因此张高丽被施灵举报 要涉嫌性侵就会让他在党内灰头土脸 降低他在党内说话的威信和发言权 在确定习近平历史地位的中共六中全会 开幕的前夕 习近平不得不面对党内江泽民派系 对他的反对 这时候呢 习近平派系就要想办法 要打击江泽民派系 而利用彭帅对张高丽的怨恨 怂恿彭帅失明举报张高丽 就可以搞臭张高丽的形象 降低张高丽在党内的发言权 降低江泽民派系的影响力 这就有利于习近平在六中全会上 树立他所谓的历史地位 这样呢 在习近平派系的怂恿之下 彭帅就在微博上 实名举报张高丽涉嫌性侵他 并且呢 还让彭帅的这个文章 在微博上存在了20分钟之久 也就是让张高丽的丑闻 传遍了全中国 习近平派系的这个政治斗争啊 他们自以为设计很巧妙 但是没想到最后翻车了 这就是习近平派系 没想到外国介入了彭帅事件 按照习近平派系最初的设想 彭帅失明举报张高丽涉嫌性侵 让张高丽的丑闻传遍中国 搞臭张高丽 这个事情呢就完了 可是外国势力却意外地介入了彭帅事件 现在呢 西方国家正在热潮米兔事件 中国出现了彭帅这样的米兔事件 一下子就极大的刺激了西方媒体的关注 西方媒体高注关注彭帅 高呼彭帅在哪里 要求北京公开彭帅现在的处境 并且要求公开调查张高丽涉嫌性侵彭帅的事件 习近平本来并不准备调查张高丽 只是想搞臭张高丽的名声 但是呢 外媒轰轰烈烈的发起彭帅在哪里 要彻底调查张高丽涉嫌性侵的这个事情之后呢 就让北京非常的尴尬 最后呢 习近平派系只好自己后退 让彭帅出来说 就是对外媒来说呢 他从未被性侵 既然彭帅没有被性侵 当然也就不存在去调查什么张高丽性侵彭帅的事情 但是外媒并没有相信彭帅本人说的话 他们认为呢 彭帅是被北京当局控制了 事实上彭帅还是被性侵了 只是他没有办法说话了 不管怎么说吧 彭帅自己撤回 说是张高丽对他性侵这样的说法呢 等于就是给张高丽平反了嘛 这就让习近平派系要想搞 就是搞臭张高丽 变成了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而且这个彭帅事件还在国际上引来一场大的风波 让北京自取其主 这个更让习近平本人是灰头土脸 我们再看这一次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北京的反应特别的强烈 背后也是因为江泽民 因为在1997年的时候呢 当时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访问了台湾 那么这一次佩洛西访台就是美国众议院议长第二次访问台湾 如果没有1997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 这一次北京的反应应该没有这么激烈 也正是因为有1997年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访问台湾 这件事情无奇中就变成了习近平和江泽民的一场大比试和比斗 1997年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访问台湾时候呢 是江泽民执政 江泽民没有能够阻止金里奇访问台湾 这就成为江泽民政治上的一个不光彩的事情 过去呢 习近平派系一直批评江泽民软弱对美国妥协退让太多 而1997年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访问台湾 就成为江泽民软弱对美妥协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如果这一次习近平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事情 没有来一个强力的高调的阻止 而是来一个冷处理 低调形势的话 那么习近平就是和江泽民一样软弱 一样对美妥协嘛 那么习近平就没有理由再去批评江泽民了 因此习近平从政治斗争的这个角度出发 他不得不高调的强硬的要处理佩洛西访台事件 以表示他和江泽民不一样 表示他不是软弱 他是对美国强硬 所以呢 这一次北京就特别高调 特别强硬的来处理 佩洛西访台事件 背后其实就是习近平要和江泽民一比高低 他要在这件事情上把江泽民给比下去 如果习近平真的能够吓住佩洛西不敢访问台湾 当然他就把江泽民比下去了嘛 这也就坐实了江泽民的软弱和对美妥协的错误 习近平也知道他单纯的靠解放军是吓不住美国人的 他还要拿14亿中国人民来说事 习近平认为一旦中国人民生气了 14亿中国人民不满意了 美国就会害怕了 在2020年10月纪念志愿军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就拿中国人民来威胁美国 说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那是不好办的 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前 北京宣传媒体铺天盖地的动员广大爱国群众 小粉红全部出来发声 要给美国人制造一个印象 就是这一次佩洛西要访台的话 就会把14亿中国人民惹怒了 那把中国人民惹翻了 那就是不好办了 所以北京就是要用14亿中国人民来吓唬佩洛西 说一旦佩洛西访问台湾 他就是14亿中国人民的敌人 所以这一次就是北京要动员 14亿中国人民来吓唬佩洛西 所以把这些所有的全体的爱国群众 小粉红全动员出来打嘴炮 这也是因为习近平也没有退路 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 他就跟江泽民的这个比试 他就输了 习近平就反过来要被江泽民比下去了 所以他必须也要想方设法 也要阻止佩洛西去访问台湾 但是佩洛西却是软硬不吃 14亿中国人民也吓不住他 他照样去访问台湾 这一下就让习近平和江泽民 这个大比试就输了 而且还输得很惨 大量的小粉红都被搞得精神崩溃 都破防了 所以我们看北京任何事情 背后都是离不开政治的 背后都是有政治的原因 去年年底的张高丽事件 和这一次的佩洛西访台 看上去好像是两个毫无关联的事情 但背后都涉及到一个人 就是江泽民 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是习近平和江泽民 政治斗争的反应 现在习近平和江泽民的这一场政治斗争输了 他就要进行报复 就要进行发泄 就要对台湾来进行军事威胁 北京军方宣布要在台湾附近 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这样就又惹来的所谓西方列强的干涉 美国等七国集团外长 还有欧盟的外长代表 昨天8月3号共同发表声明 对中国宣布军演和对台湾经济威胁 表示担忧 敦促中国不要以武力 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 而是要通过和平的方式 来解决两岸的分歧 台湾总统蔡英文发出推文 感谢G7和欧盟的声明 但是这件事又让北京非常的恼火生气 北京驻欧盟史团发言人契机败坏 撕去外交部的面纱 对七国集团和欧盟破口大骂 北京驻欧盟史团发言人说 七国集团和欧盟外长的声明 表明他们是现实中万恶无耻的 活生生的标本 并指责他们这些是作恶多端 导致了全世界的动荡不安 进一步 北京还取消了原定的中日外交部长 出席东盟扩大会议期间的 两国外长会晤 因为日本作为七国集团的成员 他就共同发表了 所谓干涉中国内政的G7联合声明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中方不再安排中日外长在金边会晤 因为日本伙同七国集团 国家和欧盟发表无理指责 中国的共同声明 颠倒黑霾 替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 中国人民极为不满 因此 现在北京是越要打压台湾 越要想通过台湾出气的话 越是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样就会引来美国和西方国家 进一步捍卫 保卫台湾安全的决心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 和帮助 明天见